今天是五十英图最后一行 好舍不得同学们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五十英图只是日语学习的一个入门级别 我们以后相伴的日子久了 咱们还有初级 然后中级 高级 这个课程 然后王静老师 他会一直陪伴大家 陪伴大家哟 好 我们学到哇行 哇行是五十英图的最后一行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音 就是哇和这个 哇 但是这里呢 这个哇呢 发音呢 是发成哦 发成哦 因为我们这中间的这三个呢 你看 是不是在阿行是一样的 咱们学过了吗 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今天哇 只有两个音哈 哇和欧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哇 那请芝珈老师来发音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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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这个呢 两个单词 第一个呢 是我 读着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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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怎么说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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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音了吗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写法 哇的写法呢 它很像一个什么 你看 一盒 然后这样子哈 它 你看我写出来 你们就回忆出来了 它是不是非常像那个勒啊 只不过哈 哇的话注意一下 哇是哇哇的往下流 勒的话呢 是往上来 往上来 所以大家要区分干了哈 片甲名的哇呢 大家看一下 一 这样子 然后第二笔 大家在纸上给我写一下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记呢哈 我们说这个平甲名的哇呢 它像不像一个烤肉串的样子 你看像不像一个肉串啊 对吧 而片甲名呢 像一个人的口里什么呀 流出了口水 嗯 哈拉子流出来了 水流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记 啊 就是啊 烤肉串 口水哇的流出来了啊 哇的 而且你看是往下流的 对不对 往下流 所以你看 哇的话呢 是流到下面来了啊 口里 你看这个口 是这一下子是不是 口水啊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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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好多哦 记住了吗 好 和我们阿航里的那个这个假名 它发音的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用法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这里这个O 它只能用作一个种隔注词 来连接这个名词和动词 具体怎么说的呢 咱们初级里再见 再说这个 好这个O 我们先来请志嘉老师发一下音 O O O 这里啊两个单词 第一个呢是 就一个了啊 就是一个句子 因为它只 不能来构成单词 只能连接名词和动词 名词是这个书 书呢写成一个本 就叫本を読みます 本を読みます 読みます动词 看读读书 本を読みます O 这是一个O 那这个 它的一个 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O的写法 第一行 然后第二笔是这样子 第三笔 然后非常像一个什么 一个人 你看看 他骑在一个火车头上 是吧 一个那种 车头上嘛 而我们说 片假名的O 大家看一下 一行 再一行 再这样子 大家在纸上给我写一下 嗯 这个怎么去记 那么我们都玩过过山车吧 是吧 你想想 一个人 他趴在这个车头上 你看下面 有人趴在车头上 而这个 片假名呢 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那个过山车的车轨道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轨道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行啊 就是什么 趴在双轨的车头上 糟糕的叫啊 你看 大 那个时候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他在双轨的车头上 双轨 就是这个 你看 它是一个双轨的吗 对吧 两个轨道 双轨 车头上 车头上 就是这个 平假名 糕糕的叫 那是这个 发音 你记住了吗 压 好 这是这个 只有两个音 那么最后 大家还有一个音啊 不要忘了 就是我们的嗯 这个呢是五十音的最后一个音啊 嗯单独的一个 那么这个嗯呢 在日语中呢又叫做波音 啊波音不是波音737的波啊 是这个波啊 是这个波 那么大家呢跟志佳老师来先发一下音 嗯嗯嗯 好的 我们来看两个单词啊 大家看看第一个老师 你看这个波音大家注意一下 它不能单独的存在啊 不能单独的存在 它只能接在其他的假名后面来构成发音 这个セ加一个嗯读着 所以翻译是 好下面日本 这个日的话翻译是你 然后本的翻译是 读着 日本日本日本 先生日本你会发音了吗 好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写法 嗯 这个评简名呢很像一个H啊 写一下这样子 同时呢像一个铃铛对不对 像个铃铛嘛 然后评简名呢是这样子写 啊两笔 啊两笔 那么这个 是不是跟这个长得很像 那么我现在写的这个呢 它是那个搜对不对 搜的片假名 哪不一样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嗯 你看它是一个上下结构 它是这样子的 而搜呢 其实它是一个左右结构 对不对 左右结构 这个一定要区分开来 好那怎么去记呢 很简单了 那么我们说 你看这个嗯 它就像一个铃铛对不对 像那个闹铃啊 铃铛 这个你睡觉的时候 它就朝你一直 咱啦啦啦咬 而那个嗯 我们说这个片假名呢 怎么样呢 这个要发挥一下想象力 它像一个人怎么着呢 像一个人啊 躲到被子里的样子 像一个人躲到被子里的样子 你看这是那个人嘛 这是那个被子啊 可以想象的那个枕头啊 躲进去 钉进去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哈 啊 啊 那个嗯 就是想吧 嗯 想了,想了怎么着呢,就是,嗯,钻进被窝里哈,快把铃铛按掉啊,钻进被窝里,因为刚才钻进被窝了嘛,啊,然后快把铃铛按掉啊,铃铛就是评价名按,就是嗯,嗯,那个发音,好,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嗯,播音啊,也给学完了,这样的话我们五十年已经全部学完了,最后大家干, 跟着我啊,拿纸牌再来练习一下,这个是什么呢,对了,这个是哇的一下水流出来了,对吧,哇,你记住了吗,好,下面这个是什么呢,哦,对不对,好的,最后一个,嗯,嗯,你, 记住了吗,好,那这样的话呢,五十音全部学完,是不是日语已经很棒了呢,其实只是一个门槛了,后面啊,我们选五十音呢,还要学习,嗯,浊音,奥音,还有音调,啊,长音, 学完这些啊,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正式的教材,教材的话呢,我们,嗯,可以选用这个标准日本语,也可以选用大家的日语,新编日语啊,这些教材,这个王老师啊,我呢,会接着带着大家呢,学习初级,中级,高级的日语,欢迎大家接着跟我学习, 皆さんこれから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知识者有用 我想측给你要进入这个视频 through dimension 能 好